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请问 你这书多少钱 八块钱吧 好的 好的 就不可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同志你好 如果你恰巧从这里翻到的这封信 请你打开并认真读完它 因为它代表着我 和我们这一代人 走过改革开放 衣食时的困顿与迷茫 希望与成长 我是这一年的应届高考毕业生 掰着手指头算下来 恢复高考也才将将第二个念头 和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届学长学姐们一样 我们对前路充满了无知 却也有着一腔热血的期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 党的旨意通过文件落实到群众身边 对于我们 这群刚刚从文革结乱中逃脱出来 准备大展拳脚的青年 提供了广阔的政治平台和制度保障 虽然前方迷雾重重 但我们第一次有的命运把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感觉 高考仅仅开放了两届 而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刚刚起步 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前方将会失守 有什么样的挑战在等待着我 我不清楚 在经历破坏性的动荡十年过后 我们的人民群众和这个千疮百孔的泱泱大国 能不能重新站立起来 以更强大 开放 坚强 优秀的姿态 重新处理在世界的东方 我对未来中国的建设历程抱有最乐观的期待 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阻担人心向自由的心路历程 中国必将成为国力强盛 民族强大 人民幸福 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强国 无数希望的结晶汇聚 这是中国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自有力度的推进器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优秀的传统文化 深深植根于自强不息的民族血脉 融会成繁荣昌盛的强健的民族基因 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民族 未来将会迸发出无限的发展可能 我们所能做的 只是守护住这新典的希望辉光 将他们传递给后世 传递给你们 让你们能够在更好的国际 国内政治环境中 为强国复明的目标而奋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